还记得当年作风超大胆的关月除奶吗?自宝贝李静良。映赏如今她现在近况曝光。 四年前,在各大综艺节目上,你一定曾经看过她的身影。 一个作风非常大胆,暴出很多不为人之内幕的前AE女幽关月除奶,拥有一奶好身材和立体的混血五官,让她在台湾一息之间爆红。 拥有台日混血的她在20岁那一年复日拍A片,因为在片中拿住中华民国身份证的画面,传回台湾后一炮耳红, 此后共拍了约60支作品,还有如雪片般飞来的通告邀约,之后她便在台湾定居。 其中最让大家印象深刻的是,当年小珍怀孕和李静良还没结婚时,她曾被拍到和李静良手牵手逛大街画面, 当时绯闻闹得沸沸扬扬,而她却在节目上爆料,自己遭到李静良硬伤。 当时她在节目上表示,自己到李静良诊所打多尿酸,打鼻子这边,打完之后,我瞬间全身无力, 她就说那我帮你按,就按按按,从鼻子按按按,按到脖子,摸到下面, 我说你不要这样子,真的不知道会突然整个昏迷,就很不舒服躺在那边, 结果她,李静良,强硬做了那件事情。 消息曝光,许多网友除了谩骂李静良外,同时也谴责关月除奶伤害到了当时怀态四月的小珍。 而这样的传闻传到小珍的耳里,最后她则选择支持李静良。 自从这件事情曝光后,她就渐渐荡出了荧光幕,今年35岁的她,转行改当日文翻译和导游,并为自己买下一间房子。 她在微博上开心透露,虽然型价格局不大,但该有的有,她已经相当知足。